新日早安 大家早安 那麼今天是五一連假的最後一天 今天的天氣還是時時冷冷 而且親吻感受上呢 還是會比昨天再更冷一些 加上全台各地的雨勢呢 也會更加的明顯了 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外出遊玩 記得雨具外套都要先戴在身上了 好 我們先來看到今天的衛星雲土 今天呢還是持續受到整個東北季風的影響 再加上整個南方的雲氣呢往北移 所以全台的水氣明顯是偏多 而且各地都容易下雨 尤其是在雙北地區跟基隆市呢 甚至是有大雨發生的機率 所以觀眾朋友要特別來留意了 好 接下來來看到今天的室外即時溫度 今天溫度上的感受呢是偏涼的 我們目前呢看到目前即時整個室外溫度上面呢 北台灣是落在15到16度 那麼中南部跟花東地區呢 也是只有17到18度左右 而今天清晨最低溫 我們來看到在平地自動車站這邊 台中大甲有12.9度 而在新北淡水也只有14.7度 其實相當的非常冷喔 那麼不過在白天之後呢 整體高溫在北台灣也是只有18到20度 那麼其他地區大約是落在21到25度左右 好 氣象局下一張圖寒呢 我們來看到其實氣象局就提醒大家喔 這禮拜呢是容易下雨的一週 那麼今天收假日呢 其實全台都有雨 包含像是在中南部跟東半部呢 我們來看到其實整個降雨的這個時間呢 是比較長的 而且呢在北台灣的部分 整個低溫呢是下灘到15度左右 那麼到了明天呢 東半部的雨勢還是會持續的 整個西半部將會轉為局部鎮雨 那什麼時候才會回暖呢 要等到下這個禮拜三 其實高溫呢 又有機會再度站上到30到32度 不過在南方雲氣的影響之下呢 其實各地還是有短暫降雨的 最後要提醒大家 這兩天在東北季風影響之下 沿台地區跟離島呢 都容易有強盛風 海邊活動要多加小心了 而未來一周天氣不穩定 雨傘也千萬不要忘記了 那麼以上是這一節的天氣之訊 你們看到前面看不到後面 這樣不是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嗎 明天早上醒來的時候就 一點把握也沒有 我覺得我好像白國了 你說個地方我就去 她不在 你哪位 你說說個地方我就去 昨天事你沒跟她提起過啊 姐 你什麼時候開始喜歡那孩子啊 如果你一生下來就用腳走路 你現在會想用手倒著走嗎 你以為你們是幹什麼的 中央情報局啊 你們樓上在做原子彈啊 什麼東西啊 全家養的狗啊 快 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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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算了 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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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世界 侍然沒有算 virtually打棒 機構非常簡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